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知道不容易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你觉醒了 正是因为你们一点点地做这项工作 所以对你们来说这似乎是一段艰难而漫长的旅程 但是当我们说你们的扬声之路是一个比较容易 也是更令人满意的方式时 请相信我们 如果你不知道此刻发生了什么 那么当你出现扬声症状时会怎么做 如果你不知道你情绪的力量和价值 也许你会从一个善意的精神病医生那里开处方 你当然也不会明白你那些交织的梦境 都是在告诉你往事的生活此刻在这里整合 你已经超越了大多数人的生活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想为他们服务 但是服务他人的人总是有好处的 在这种情况下 好处就是你可以享受这个过程 你可以更加享受 因为你知道幕后发生了什么 你知道自己身体表面下发生了什么 无知不是幸福 你可以选择不耐烦 用各种贬义词来称呼未觉醒的人 你可以因为自己还没有扬声而责怪别人 但请记住 这就是你创造他的方式 这就是你选择的道路和旅程 所以尽管看起来其他人在减缓这个过程 但这都是你自己的主意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否则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呆在物质身体中的源头能量呢 如果你直接跳到第五维度 你就错过了所有的运动成长和扩张的感觉 你会一次又一次的这么做 你会继续下降和上升 因为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所以有时候你需要放下对大局的依恋 寻找一些就在眼前的 你可以享受的东西 这些东西可以给你一种满足感 这些东西可以让你走上正轨 如果你收到了这个信息 就肯定在这条正轨上了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